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9月29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美國股市連續兩天的一個反彈上漲 那台北股市呢 昨天拉高大漲了229點 很多人都期待 今天應該又有機會了吧 指數一開盤 開高 還曾經大漲108點 可是呢 你會發現 今天如果覺得美國股市漲 我們就會跟著強勁開高走高 今天又失望了 很多人找盤去追 結果呢 反而是開高走低 一度還翻黑跌33點 收盤收在平盤附近 小漲4點 收在12467的位置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這個盤怎麼會這樣 好不容易看起來又要漲了 一追又套在裡面 其實這個部分 有看憲榮老師節目的 應該都不會太過於意外 憲榮老師一直強調 這個盤頂多就只能夠用一個 高檔震盪盤來觀察 來看這個看待它 尤其昨天指數大漲229點 我都提醒 昨天大盤的量還急縮 只剩下1500億 這樣的狀況 如果多方攻擊量不能補上來 它就是高檔震盪 對不對 那高檔震盪 你操作就要更謹慎 絕對不是說 哎呀 漲個兩三天了 又覺得行情來了 又挑戰去買 很容易一買又受傷 反而你要懂得反市場操作 就像我說的 最近的盤上衝下襲 先拉反而會後殺嘛 對不對 那你去操作怎麼操作 當然就趁著拉上來的時候 我們做當衝做個短空 找找看那些股票 有大戶疑似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賣下去 尾盤殺下去回補 這反而能賺錢啊 來舉個例子 今天憲榮老師就是這樣 帶著會員朋友 鎖定3406的郁金光 最近消息面利多仍然頻傳 說蘋果的新機準備要開始拉貨 郁金光準備迎接 史上最旺的第四季 外資也在上修新iPhone的一個 銷售產量 郁金光說這些蘋果供應鏈 第四季就要充了 那真的嗎 消息面我常常說 你不要看它利多就亂買 很多時候利多是在騙你的一個股鈔票 利空反而在騙你的股票 重點你要去用技術面觀察 到底背後的大戶在做些什麼 那技術面的部分看到 早盤開高一度是再往上拉高 吸引散戶在追高 在搶進在幼多的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郁金光 如果說今天早上 把後面先遮起來 一早開盤開高急衝上去 哇很多人看到這地方就覺得 美國股市昨天大漲 台股開高急拉 郁金光也在急拉 這就是一個攻擊訊號 很多人就這樣跳下去買 可是我說 這個時候很多都是在做誘多 重點是接下來觀察 隨後跌落到大單敲進成本以下 早盤均價以下 這個疑似又有大戶 趁著美股上漲 拉高在出貨的跡象了 短線白戰指標也在這邊高檔交叉 向下也出現轉弱訊號了 所以今天美股大漲指數開高 郁金光早盤急拉 很多人下去搶 謝榮老師卻建立會員朋友 我們當沖操作 反而應該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來 這是在今天早上 9點40分左右就發出的指令 建立大家快打當沖表底 我們今天做短空 3406的郁金光短線技術面轉弱 轉弱記得就是要先做賣出 定價589以上到591之間先做賣出 停損目標也都定下來 請勿以市價追高殺低 你看到這是9點40分發出的指令 到了9點54分接近10點左右 股價都還有589顆一賣 對不對 那賣單成交之後 接下來10點過後 開始一波一個拉回 最低打到平盤581塊 那到11點多的時候觀察 因為今天的盤 仍然是屬於一個震盪盤 在這個地方不容易再度大幅度下殺了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補最低 我們在11點多 當時股價583 584之間 建議大家可以先做買回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 又穩穩的找盤589先買 拉回來584以下買回對不對 是不是至少5塊錢的價差 又可以穩穩的放在口袋裡來 操作個2張就好不用多 2張今天也有1萬塊左右 1天又幫自己加薪1萬塊 放在口袋裡10張小朋友啊 對不對 那你也不要小看這1萬塊啊 我問問大家 如果你100萬左右 放在銀行 放定存 你要放多久才會有1萬塊的利息啊 可能要有一整年耶 對不對 憲榮老師今天一天就幫大家把 掌握到一整年的利息 重點是我們當從 講究的就是4個字 拒沙成塔 就像拒沙成塔 穩殺穩打 不只今天賺啊 重點是方法正確 不愁沒有賺錢機會 我們每天按照SOP來做操作 對不對 遵守紀律理性操盤 上禮拜一也是這樣子 掌握利機 先賣後買的機會 2塊半價差 100萬操作個5張 1萬2左右 開心入袋 好 禮拜二這地方 我覺得大盤多空雙八結構 操作風險比較偏高 賺錢機率不大 我們就休兵一天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當充不是賭博 看準的目標 再來幫大家精準出擊 禮拜三操作風力發電股上尾頭 先賣後買 1塊半的價差 7張也是1萬左右 禮拜四穩帽 3塊的到3塊半的價差 4張1萬2到1萬4 禮拜五操作原相 一口氣又大賺5塊價差 好 那股價比較便宜 100萬可以操作7張 5塊價差7張下來 就是3萬5左右 開開心心放進口袋啊 今天這個昨天9月28號大盤這地方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出手機會 就休兵一天 今天再來帶大家掌握玉金光 又是5塊價差 2張又1萬左右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 穩中求勝 按照SOP 每天一步步為營的方式來做操作 從上禮拜9月21號到今天為止 總共5次出手 目前5連勝持續之中 幫助投資朋友拒沙城塔 來累積財富 這一個多禮拜下來 幫自己加薪個7、8萬以上 不是不可能夢想 我們都在繼續努力 幫助投資朋友利用當衝作戰 穩中求勝的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讓大家能夠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對不對 過幾天中秋節到了 哇烤肉 喝了一個船類 龍蝦鮑魚 是個帝王蟹 記得賺了錢 就是要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幫助大家 認同憲榮老師你練的 當然也都歡迎大家 來繼續跟好憲榮老師的腳步 好我們回來繼續來談盤勢了 那最近的大盤很多人說 好難做 因為這個盤勢就在上衝下襲 來來回回 其實我都跟大家講過 重點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變得只是投資朋友的心 每次都是行情 低檔的時候不敢出手 然後漲個三天才在追 一追又追在高點 殺下來急殺重挫 上個禮拜五連跌個600點 又慌忙的砍股票 反反覆覆 反而一再的受傷 對不對 這就是我說的 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那其實 當然我相信 有看憲榮老師節目的 這個盤勢的脈動 都能夠掌握得很清楚 尤其是我們的會員 來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 憲榮老師怎麼樣幫會員朋友 掌握盤勢的結構 脈動 這是前兩個禮拜 9月16號 那天大漲131點 收盤指數12976 盤中最高一度來到13021那天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盤要衝了 趕快買股票要爆波段要賺大的 很多老師是不是都跟你講 再不進場來不及了 那我有沒有提醒 指數連漲三天 5日均量仍然持續在下滑 而且低於10日均量 5週均量也跌破10週均量 指數連漲三天量的趨勢在轉弱 我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只能夠用高檔震盪盤市值 而且連漲三天 接下來來到壓力區之後 很容易又再度的拉回 又要回測了 那也在那時候跟大家提醒 那時候美股股是還沒大跌 我們特別提醒大家9月17號 我說注意外資那天大賣旗子 8300多口 那最了解國際金融局勢的就是外資 那外資通常發現到 國際股市要崩跌之前 都會在旗子有大幅度避險動作 今天外資又大賣了8000多口 這代表什麼 小心國際股市 近期又會出現一波的大逃殺 而台股也可能會跟著回檔重挫 這是當時指數 還在13000點附近 我就提醒大家 小心國際股市 會出現一波大逃殺 台股會跟著回檔重挫 結果你看到上個禮拜 真的就像我所說的 美股到窮 兩度重挫超過500多點 急殺下來 台北股市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跌了600多點 從高點13021到上個禮拜五 跌了800多點下來 回檔重挫 所以你可看到 憲榮老師 都幫大家掌握好這個結構 包括在昨天 指數大漲229點上來 這是昨天9月28號 寫給會員的分析日記 那我還特別提醒 對不對 昨天指數強談229點 但是美中不足就是成交量 只有1544億 再度急縮 量的趨勢再度轉弱 那如果不能夠補量 2100億以上的多方攻擊量 仍然是只能夠用 高檔震盪盤來試之 各位投資 真的量沒出來 今天開個高又拉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行情 都在憲榮老師預期的規劃之內 那當然接下來的行情 這種高檔震盪怎麼去操作 其實我跟大家再三提醒 對投資人來講 如果你在這種行情當中 只想買股票爆波段 你會發現真的很難賺錢 而且風險很大 真的很容易受傷 因為這種高檔震盪盤 除了說指數來來回回 重的是每次跌下去又漲上來 漲的股票你會發現都不一樣 因為現在這個盤 在指數歷史高檔的時候 長線大戶都撤退光望了 剩下一些短線大戶 還有散戶在裡面 那短線大戶就這樣 股票拉個兩三根 散戶不追沒事 散戶如果一追 人家短線大戶當然出貨 出完貨 股價就跌下來 所以你就看到了 每一波行情漲上去 漲的股票好像天天都有人在漲 就是每一次漲的都不一樣 那問題來了 那你能夠知道接下來會漲什麼嗎 不要說一般散戶不知道 電視上這麼多頭顧老師 幾乎也都不知道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頭顧老師 都這麼跟你說 雖然指數在歷史高檔不用怕 跟著他買強勢股 買了就會大賺特賺 聽起來好像對 指數在高檔震盪 要太弱則強 要買強勢股就對了 可是他們不知道未來會漲什麼 只能夠帶著你去追 看起來現在最強的股票 結果問題就來了 三個月前 那時候生計股當紅 防疫股當紅對不對 那時候瑞基發表的 新冠檢測試劑 銷量說強勁成長 榮登了生計股新股王 一堆老師 哇漲到三四百塊 在那邊拼命喊進 結果呢 結果 會員朋友跟著買價四百多塊之後 現在指數漲到13031 高檔震盪 看起來多頭格局不變了 結果呢 股價已經從439 跌到最低 今天179 有沒有發現 腰斬中挫了 不只瑞基啊 兩個月前 國際疫情再度的升溫 防疫概念股 大家說口罩要趕快再戴起來 恒大又拉一根上來 漲到210 一堆老師又在喊進 結果呢 跟著去買 現在指數上上下下 高檔震盪 看起來多頭格局不變嗎 股價昨天已經跌到多少 116.5 又中錯了45塊 跌了快100塊不見了 跌了45%不見了 又快要腰斬了 好 那你說生計股 太投機了 不要碰 電子股呢 也一堆老師 在兩個月前 比如說這檔股票擁置 告訴你說 5G真無限藍牙 帶動IC測試的需求 那時候股價 整理整理整理 拉一根紅棒 一堆老師就說 這叫轉牆 帶你去買進 買完呢 股價隔天415塊高點 散戶一追 大戶就倒貨 倒完貨 反手下殺 今天最低 這兩天最低 跌到剩下多少 255塊 指數還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已經中錯160塊 對不對 很多人買個一張 就16萬這樣賠掉了 10張可能160萬 不只庸置 原展 這個月初 也很多老師告訴你 現在遠距商機 才是主流 營收創新高 有業績來做支撐 這就會一直漲 一堆老師又在喊進 結果呢 月初還有158塊 現在跌到今天最低106塊做收 已經又跌到52塊了 一張5萬 10張50幾萬 對不對 漢權 也是在這個月初 哇 多少老師告訴你 他的衛星天線拿下大訂單了 業績會一路旺到明年上去 股價整理整理 哇一根紅棒就告訴你 叫突破 叫轉牆 其實都是短線大戶 拉個一根 吸引了散戶強勁 馬上就到貨 到完貨 你看到 從41塊8 殺下來 這兩天剩下28塊2 又跌了多少 跌了三成多 100萬又賠了三十幾萬 所以你看到這個行情 指數在高檔來回震盪的時候 就像憲榮老師一再跟大家強調的 這個盤 你在那邊買股票爆波段 結果呢 看起來是滑天全點掉 最後的結果一追又套牢 滿手都套牢 是不是 所以你就會了解 這不是一檔兩檔的問題 是很多股票 當現在指數還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跌破半年線的股票 又已經將近200檔了 之前指數還在季線之上 200多檔股票殺破了季線 現在甚至半年線都失守 這代表什麼 過去半年大家說 行情漲了幾千點 結果半年下來 一堆人都討勞 而且裡面的股票 你看到大力光 玉金光 環球金 國巨 上銀 群聯 雍智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股票 都是不久前兩個月 還一堆老師在看好的股票 現在殺破半年線 多少人套牢在裡面 這幫行情 你還在那邊買股票爆波段嗎 你就會深刻了解 就像我所說的 現在指數是靠著台積電在撐盤 高檔震盪 可是短線大戶 長線大戶已經跑光了 靠著短線大戶 在掌控盤勢的時候 真的看起來 半天轉金條 卻會讓你一追又套牢 而這還是指數還沒跌 下半年面臨的五大風險 高檔轉弱危機 人未解除之下 很多股票現在已經跌破半年前了 真的買股票爆波段 賺錢很難 重點是風險還很大 萬一大盤 再來一波的一個下殺 你可能又更受到重傷了 所以你就會說 那怎麼辦 所以你就會了解 我說嘛 有策略有方法的當衝 就可以用最小的風險 穩中求勝 巨沙城塔累積財富 因為我們當衝 講求的就是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 但是重點 你要有正確的策略跟方法 否則很多人就當衝就只會 哎呀看到大丹吉拉了 跳進去 只求賺個兩三毛趕快跑 沒賺就凹著凹著 等有賺再說 結果呢 每次賺就賺個兩三毛 一賠就是賠個重傷 到最後滿手套勞 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 對不對 所以我說當衝 記得要有策略 有方法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憲榮老師幫忙 那我們的當衝 再三強調 不是閉著眼睛追高殺低 而是觀察好盤式 決定多空手 一千多檔兩千檔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那今天大盤震盪 就像我說的 先拉會後殺 所以憲榮老師一早 趁著指數拉高上去 鎖定3406玉金光 大戶拉高上來 在出貨的時候 建立先賣後買 對不對 早盤賣在589 殺下去 這地方回補 穩穩的5塊價差 躺起來 不止今天 對不對 從上禮拜一 立基2塊半的價差 上尾頭1塊半的價差 2連勝 穩茂3塊到3塊半價差 3連勝 原相5塊價差 一口氣7張 大賺3萬5 4連勝 今天又是5塊 大賺2張1萬塊 5連勝 持續用正確的方法 穩中求勝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 幫大家來掌握賺錢機會 一個禮拜下來 幫自己加薪個7、8萬 真的不是不可能夢想 我們都在繼續努力之中 那為了要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利用這樣的當衝方式 穩中求勝 掌握賺錢機會 當個快樂當衝足 特別幫大家 推出的中秋禮戰 驚喜688之 在家來店裡的超值優惠 現在活動只剩下兩天時間 最後的機會 盡情好好把握 休息時間 就歡迎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電影大火部 寬度中秋 月圓人員 中秋禮戰 驚喜688 在家來店裡 驚喜688 在家來店裡 倒數兩天 蘇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部 極品超盤團隊 2781-0909 限時來店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兩天感謝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 在詢問憲榮老師 極品超盤團隊的時候 特別感謝我們有一些會員朋友 還特別說要提前來做續約 那我還跟他聊到 為什麼呢 他說最重要 除了憲榮老師 每天穩中求勝的 幫他再來跳股票之外 最重要一點 真的跟著憲榮老師操作的這段期間 真的看到了憲榮老師 怎麼樣去誠實報告 每一筆操作 對不對 每天有賺的 沒賺的 賠錢的 都在電視上誠實講 光這兩個字誠實 這就是其他投股老師沒有的 這樣的老師 他說當然要支持 所以特別提前續約 當然憲榮老師 很感謝投資朋友 尤其我們會員朋友的支持 跟信任 我們也會用 莫忘初衷的一個精神 繼續提供大家 最專業用心 有誠心的操盤服務 當然對投資朋友來講 你可能看了電視上 這麼多投股老師 到底誰能夠去幫助你 要怎麼去選呢 也提醒大家 巴菲特他說 他用人會看三個條件 一叫誠信 二叫聰明 三叫活力 這三個條件 當然都非常的重要 最好都有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是誰呢 當然是誠信 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誠信 卻很聰明 又很有活力 那這兩種特質 到最後反而會害慘了你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怎麼去選 當然要找一個真正能夠有誠信 來幫助你的 所以憲龍老師再三強調 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都賺 那叫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一定有看對 一定有看錯的時候 但是我跟你別人沒有的四大保證 哪四大保證 第一個 跟著我做當衝 一定當天進就當天帶你出 沒有那種賺的錢衝掉 看錯改放波端 其實是叫你凹單 絕對不凹單 當天進就是當天出 第二個 每天最多就兩檔當衝股給你 所以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設非標 也不會這地方 每天帶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更不會這地方 抱了一大堆股票 只拿賺錢的出來講 都不會 我們每天最多就兩檔當衝股 今天也只有一檔 3406玉金光 所以第三個保證 每個會員收到的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今天所有會員 跟著我做 都是3406玉金光 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賠償一百萬 而且永遠推出股市 就今天如果有會員說 不是收到玉金光 老師賠償一百萬 給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就是這樣的方式 繼續帶著大家 採取盤中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的 快打當衝操作 讓你用最小風險 輕輕鬆鬆掌握賺錢的機會 那我們每天提供 最多兩檔當衝股 清楚的告訴你要買要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家通知你 沒到假或是需要修正 當天帶你進 一定當天帶你出 就是這樣今天玉金光 利多頻傳美股大漲 大戶趁機拉高出貨 被我們發現 早盤589先賣 殺下去584以下買回 5塊價差 2塊張1萬塊 躺起來了 對不對 好甚至像上個禮拜 原相利多見報 一天5塊價差 7張3萬5 都不是不可能夢想 跟著我們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就有機會當個快樂 當衝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分收入 多加一分薪水 繼續努力的這個地方 掌握賺錢機會 五連勝持續之中 想把握 想跟上腳步的 提醒大家 中秋禮戰 驚喜688在家來店裡 只剩最後兩天 歡迎大家休息時間 指名加入由我親自 帶你的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共創雙贏 未來會 個月 試騙 到 已經很高興 出品 今天 已經差不多了 出品了 給問